活 积水成災 垃圾随处飘 不只道路边河流 室内楼梯还变成小瀑布 这里是路易斯拉纳州纽澳梁 暴风雨带来淹水灾情 救难人员接获超过250通求救电话 但更严重的恐怕还在后头 目前墨西哥湾有低压正在酝酿 预计当地11号会形成热带风暴 13号可能经强为一级预风 从路易斯安那州或是德州东南部登陆 我们在看10、15或甚至20天前 这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河流在新加坡16岁 当凯特莱娜遭到只有3岁 它预计到最高的级预测 2005年卡翠娜预风重创纽澳梁 让绝世约之都80%面积被淹没 酝成1080亿美元的灾损 14年过去这回灾难恐怕更大 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部分地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打开新闻黄敬艇编译 至于在欧洲